8月18日就在塔利班准备组建新政府之际 至少两座城市出现了反对他们接管阿富汗的首次街头抗议活动 其中东北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公开抗议遭到了武力镇压 塔利班士兵朝人群开枪并且殴打抗议者和记者 四天之前在与当地领导人达成协议之后 塔利班控制了这座位于喀布尔东部靠近与巴基斯坦主要边境的商业中心城市 本周塔利班武装分子大量出动 开着从现已解散的警察部队手中缴获的皮卡在这座城市巡逻 尽管存在风险 数百名抗议者仍然走在贾拉拉巴德主要的购物街街头 他们吹着口哨高喊口号 举着阿富汗共和国的国旗 当地新闻媒体播放的视频显示 塔利班武装人员向空中鸣枪驱散人群 但是抗议者并没有散开 鸣枪警告失败之后 塔利班诉诸暴力 根据报道至少三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另外一方面 美国等国家继续在喀布尔机场安排撤侨航班 但是进入机场仍然非常困难 塔利班在大多数道路上设置了检查站 但是没有明确的程序让人们进入 在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 大量阿富汗人继续聚集在机场周围 试图逃离这个国家 美国士兵在旁驻守防止人群靠近停机坪 一名北约安全官员称 18日机场入口发生踩踏事件 造成17人受伤 这名官员表示 寻求离开的平民被告知 除非他们有护照和签证 否则不要聚集在一起 他还表示 他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塔利班武装分子 在机场实施暴力的报道 一名国会参议员助手表示 拜登政府高级官员17日 在一次私人简报会上透露 估计仍然有1万到1.5万名美国公民 滞留在阿富汗 另外根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 美国军方17日撤离了1,100名美国公民 美国永久居民及其家人 这位官员表示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撤离了3,200人 并将2,000名获得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 重新安置到美国 美国公民